大家好,我是黑洞谷歌,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黄金树幽影的游戏视频解说 这期本来要说是这个墓地平原东边,但是东边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主要是好几个墓穴都集中在东侧 我们这次呢,比如说这边,之前河道尽头这边北边 然后这边北边走到头,其实还有一个墓穴,而且还挺难的 我们今天就主要来探这里 我们先把我们最初始的这个伺服附近,这里有一个军营 我们先把这里探索一下,这有三个关键的物品点 首先我们去刚才我们标记的这个一号位 那里有一个火焰调香瓶,不过附近有很多敌人 并且有一个哨兵,如果让他吹响号角的话 会把周围所有的敌人都聚集起来 虽然各个击破的话都不难,但是一旦他们要是群起而攻之的话 还是很难对付的,所以我们要优先把他干掉 我这里选择从旁边的杖铃顶,跳过来 把他先干掉,然后剩下的这些都要就好打了 不管是这个调香尸,还是旁边的一些其他的杂兵 都要好打很多 我这里用的是君王执剑,这个冰冻属性质变 还有副手拿的是这个秘文剑 纯神圣属性伤害,但是呢 这些不是用来打他的,秘文剑主要是用来打这个黑铁骑兵的 黑铁大盾兵,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关键物品 火花调香瓶,这个就是释放的是纯火属性伤害的调香瓶 调香瓶目前我们还没有适用的战斗,但是早晚会用得上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向我们标记的第二号位置这里 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奴,是什么奴呢等会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士兵,我们先把他们干掉 他们是会吼叫并且会焊地 如果说是被他一套打中的话是会被秒的 但是呢他的失衡值只有30 所以说一个防御反击或者说是准备架势的上挑 就可以给他破盾 主要他也会架盾,所以用准备架势上挑打中的话是最稳妥的 上挑的话不管是他举盾还是没举盾都能给他打出这个硬直 好拿到了 这是一个近距离散射弩啊 他一次可以发射10发弩剑 使用得当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处决武器 但是他很烧资源 搭配腐败、出血、这些异常状态的弩剑的话会非常好用 拿完这个弩以后先别急着走啊 旁边这里呢还有一个锻造石啊 对于这个已经通关的玩家来说可能不一定有用 但是如果说是新玩家刚进DLC的话啊 这个还是有点用的 接下来我们杀回到刚才的营地 营地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啊 这里就会有一个黑铁大盾兵啊 我们之前有见过啊 还是挺难对付的 他主要是因为举着大盾 而且会他的这个神圣的防御反击啊 伤害很高 哎呦 这个没闯到啊 打他的话因为有举着大盾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用密文件的不可抵挡之刃 他的失衡值是80啊 不可抵挡之刃一下是30 所以打三个90啊 他就会可以被打出处决硬直了 而且因为他本身的冲击抗性不是很强 所以每一下这个砍是因为是穿盾的嘛 都能给他打出硬直 即使他举盾也没用 然后就是旁边这里可以拿到一个制作笔记 通过这个可以知道这些参与圣战的士兵使用的都是这种火啊 而且他这个火使用的效果上看起来是伤害很高 而且还带有追踪性的一三团火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啊 这两个士兵我们先把他们打掉 就旁边这里 这团火看起来跟一般的火不太一样 在我看来他更像是这个圆桌厅堂里面大刺服的那种光芒 但我只是说就看起来像啊 但并不是说他就是啊 只是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然后就是这个均匀的岔路 我们继续向北走 这个带着狗的这个士兵啊 他就会丢那个卷曲火焰啊 一定要干掉 不然的话你远远的他一个追踪火焰过来 可能会把我们秒了 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北走啊 会经过一个山崖 这个山崖还挺难打的 主要是如果你打的话 其实什么也拿 诶这怎么还有两个血怪 之前我们说啊 血怪的失衡值是40 准备架是直刺 一个就可以给他打出触觉硬直 而且是有个突进距离 算好距离就出手就好 一定要用好距离 这个血怪他的很多攻击下砸 他可能会砸到我们的身后啊 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造成的伤害也好 还有对我们牌的这个经历伤害也好 都很高啊 控制好距离是很重要的 继续往前走呢 会有很多的士兵 他们都会丢这个火焰壶 并且附近会有很多的这个爆炸桶啊 很容易把我们秒了 就光是那个壶本身伤害就很高 如果是被炸药桶炸到的话 就是肯定会死的 而且不但我们附近有这些敌兵 而且高处的这个 有个桥啊 上面也有敌兵 也在会向下丢火焰壶 如果我们自己射箭的话 肯定会应接不暇啊 络绎不绝 这个如果合适的话 找个合适的位置招勒提纳啊 他射箭也是可以 但是勒提纳的血比较少 被他们的火皮丢到的话 也很容易死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 上面的高台我们是上不去的 就在我们旁边还有一个 大维狐式的制作笔记啊 不过这里 敌人太多啊 太危险 我就下次啊 从上面过来的时候再拿 我们的勒提纳已经被一个士兵 冲过去已经砍没了 伤害真的很高啊 我们这里就先不管他们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方向走到尽头的话 会有一个地下墓地啊 难度还有一点高 主要是恶意会比较多 并且还有一些隐藏元素啊 但是有意思还是挺有意思的 附近还会有一些恶鬼兵啊 如果说是打掉他们掉装备的话 说明是幽影恶鬼兵啊 一般的恶鬼兵还不太一样 不过呢 这种兵一般普遍出现在这种 墓园墓地类型的地方啊 这种就是 他和本篇里的恶鬼兵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的失衡值是30 不是本篇里的40 说起来 幽影帝里的敌人的失衡值 普遍没有很高 最高也就是boss的120 杂兵里面最多的也才80啊 幽影帝里面的话 像杂兵精英最多也就80啊 boss才会有120的 甚至有些boss也才80 然后我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在这个DLC出的时候啊 削弱了这个 灰界人之人这样的高失衡技能 但是呢 狮子火虽然是早就消了 但是准备架势的直次还在 所以准备架势啊 在这DLC当中啊 就是非常强力的技能啊 本篇里面就很强力 这个DLC里面依然强力 好 我们现在就继续看看啊 现在他的这个赐福点 要比入口离的距离要远很多啊 我们做一下准备 如果你是法师智力比较高的话 可以在这里带上这个亘古黑暗啊 他可以吸收掉一些远程法术啊 或者说是用这个托普斯立场代替啊 也可以啊 不过这里的话就 这个不是一定要用的啊 你带个这个暗杀办法和重力的魔法啊 也可以用 重力和暗杀办法 这都是我背包里常备的 应对一些特殊状况啊 随时存着的法术和道具 游泳地墓地里面的这些小鬼啊 跟本篇会不太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拿大剑的啊 他会跟本篇有差别就是他会这种跳跃性的攻击 而且呢 他的这个大剑会进行远程攻击会吹剑啊 但是他跟原本篇一样啊 失衡值是35防御反击之后补一个平A 就可以给他打出失衡 另外捷径飞刀对他们依然是有效的啊 所以可以带上 居然是排泄物 好再往前走呢 可以看到场景地上有很多的血迹啊 不单是场景地上有血迹也有很多其他玩家留下的这个印记 这个呢 就先等他砸下来一次啊 包括他升起来的时间呢 会成为我们充足的啊 向前奔跑的时间啊 就引诱他砸下来一次 然后再升上去的过程中就开始跑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拿大剑的啊 拿大剑的这种失衡值是35啊 但是他和其他的不太好区分 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高台啊 如果爬到旁边高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个现在啊 先在下面的墙上啊 放一个彩虹石 这样的话 如果说是到对面的高处的时候啊 走过来看到这个彩虹石啊 就知道下面是自己来过的地方 不至于需要从上面跳下来啊 还是多注意注意头顶侧面的墙壁啊 拐角啊 那边有一个法师 他会放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法术 这个法术呢 会不停的向周围 应该说是向着我们发射这个流星啊 然后呢 四散的来弹 而且他在高处啊 很烦人 所以我们可以用重力魔法 把他拉下来 他丢出来的这个魔法 还挺讨厌的啊 主要是在撞到墙之前 他会一直发射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拿到了这个法术的话 我会想出很多玩法啊 但是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 30加5 35 上挑30平A5 还像个圣口溜啊 上挑30平A5 加起来就是35 我们继续往前走 挨他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高处啊 我们在下面给他贴一个彩虹石啊 彩虹石可以粘在墙上 这里前面会有一个新敌人 出剑基本都会挨这么一发 但是因为他终究是这个小鬼啊 所以用捷径飞刀啊 对他效果是很好的 主要是你跑进过程中的话 他这个就算是没有打中你 打到你附近也会爆炸 所以我们需要制造一点硬直 这个时候捷径飞刀就会很好用 因为捷径飞刀虽然说是让他能够造成友伤 但是他这个进入这个异常状态的时候 本身也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硬直 足够我们冲过来 然后把它干掉 这里又分两个方向的岔路 我们还是贴一个 这两边先走哪边呢 看看都试探一下 如果要走很深的话 就先再看看另外一边 这旁边果然有一个大喇叭 感觉前面也还会有 诶 果然 因为我们拿的是大盾 所以他的大剑攻击是可以被弹开的 这个是古龙骑士的制作笔记 可以做一个强化版的这个雷虎 红雷虎 我们去另外一条插路看看 这看起来 诶 声音不对 诶 想的就是应该是可以上去的 这有两边 先来这里吧 先躲开 上条 大盾配置剑 推突还是稳的 好 看一下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 他说 在电器里面 电器下坠 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又是这个法式 他发射的这个小陨石 最好引诱他尽快撞墙 因为他本身其实威胁不大 威胁大的是他之后随时 随时发射 附带发射的那些小碎片 这些小碎片越少 这个对我们的威胁越少 所以要尽快的减少这个小碎片存在 就是引他的大碎片撞墙 这个桥应该就是我们刚才 看我们贴的这个彩虹石就认出来了 从哪个方向过来 这里的话会算是有一个小难点 就是又有几个这个士兵 我们现在应该叫他们没色墨的士兵 这套不错吧 攻守兼队 前面又有一个大盾兵 要小心一点 我们要用上不可抵挡之刃 但是旁边还有个威胁更大的 先把他干掉 他会埋伏 先趁着处决的时候的无敌时间 躲开他的招式 然后赶紧跑开 因为打他的话其他武器不好办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不可抵挡之刃 你挡啊 因为他本身的抗冲击性不强 所以不可抵挡之刃 穿盾打中他的话都可以给他打断任何动作 OK 不可抵挡之刃就是专门对付他这种敌人 这个大家都熟啊 最高级的给英雄骨灰升级的道具 这边可以上去啊 不过上去的要掌握一下节奏 在听到光的一声的时候立刻起跳 应该是刚刚好的 但是他这个下落的节奏还得要预判一下 跳 应该刚好 这边过来呢会有一个骨灰 黑骑士团长安卓斯啊 他主要讲他是没色墨的手下啊 但是呢知道了没色墨的围蛇性质之后 举兵叛变 但他后来这个描述说最后吞下败仗 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 可能还需要再多了解一些信息 看这里跳下来是哪 这是刚才我们打那个黑骑士的地方 现在的话就是刚才这个升降机我们都做完了 不是升降机那个尖刺陷阱 我们应该到尖刺陷阱的下面去看看了 先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先等他落下去一次 然后我们再下去 这里以防曼一我们换一个带这个潜物猛禽的战灰 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尖刺砸下来的时候使用就可以避开 这种单刺高威力攻击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阻 免去伤害这样可以争取到捡东西的时间 好就可以放下了 但是这个下面是不是对面还有路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对面去 赶紧跑看看对面有什么 一朵花 看看有没有埋伏 什么也没有吗 有的 有个梯子 等我上去看看 他这个其实跟人王2里面的那有一个怪一样 其实向前走反而好躲掉他的招 好我们从这个梯子上去看看 上来以后有什么 上来以后什么也没有 就只有三个雷电黄花啊 但是下面是我们刚才贴过的这个彩虹石表示这下面是我们来过的就不用下去了 好我们回到刚才另外一边先引诱一下 争取打野他上升的时间我们也能奔跑 好看看这边会有什么 好这里的话又是一个危险区 主要是刚才那种小鬼开始藏的很多 就像本篇里面有些出剑的关卡一样啊 到处都有埋伏 这个时候呢 这个金飞西比我们有结晶飞刀啊 两发连续结晶飞刀啊 就可以使得一个小鬼叛变 小心这边还有 看这三个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让他们当中有叛徒 所以我们只要跑开让他们之间相互打 就可以了 继续叛变啊 几金飞刀对他们伤害还是挺高的 就是就一个投资物而言 好这种情况化解了 看有什么好东西 他这个邋遢果实明明叫果实 但是他说人不能吃啊 但是合成道具用的材料啊 具体能做哪些 其实我还不是很熟悉啊 这里又有一个啊 这个就很有经验的玩家 就会要警惕啊 像这种一片一看就是骗你冲过去的 很可能就会有一些 诶 看 这种骗你想要冲过去的这种敌人啊 一般来说思维就是啊 他是远程 看着他的间隙然后冲过去啊 一般就有可能会安排一个偷袭 因为他本身前面发现并不难打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应该好了 好 又是个目的灵栏二 好家伙 也不是完全用不上 因为升级的时候 从一到十全都要用一遍 哦 这边又开始了 看得出来 在哪里呢 哦 那边放魔法了 超远距离一个 一个小隐石飞过来啊 他这一个超远距离飞过来 那发射出来的这个小隐石碎片相当多了 这里的话 我用的方式就是 因为我常备的 就是背包里有一个专门放战技 就放这个暗杀办法的这个小匕首 你看 他一直发射的这个小碎片 因为他沿途一直在发射 持续时间特别长 小碎片特别多 所以很危险 用一个暗杀办法的话 因为发不出身影 然后察觉范围也会变窄 所以我们即使走过来的话 他也不会放这个小隐石了 躲开尖刺以后 在这里还会有一个小鬼啊 不过因为我们有盾牌 所以威胁不大 还是啊 补一个暗杀办法 暗杀办法的效果就是 隐形加这个消身的魔法 但是隐形加消身的 持续时间跟暗杀办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用魔法的话还得要放两个 所以暗杀办法性价比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再往前走就要到上面了 我们先冲过去 先把这个干掉 上条加平A 上条30平A5 这个也干掉 他现在向我们发射的话 只会砸到地上啊 所以就没有威胁了 所以说这个魔法要发射的时候 不能向着敌人发射啊 要向着这个 最远的发射距离啊 如果说是空 如果说是这种室内的话 虽然能发射 这个发挥效果比较好 但是 让他的弹道飞行尽量的远 是最好的 但是我还没有拿到 我只是在想象 如果我拿到这个魔法的话 要怎么玩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拿到的话 要怎么玩了 哎呦 吹 吸回来 诶 大蜥蜴大剑 这是个不错的玩具啊 它这个重攻击 可以发射一个飞镖 也是可以装战灰 带属性的 这里的话 我们引诱 它这个平台落下来 然后跳过来 这里拿到一个战灰 顺雷啊 一个带雷属性的一个剑步 具体怎么用 我还不知道 说是曾经 葛德文的骑士 用的技能 好 这边完了以后 我们再站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往这跑 这里还有个东西 这个据说是一个 相关的一个大支线 失落古文明的遗产 据说会是分在光明 或是黑暗祭坛 它的战灰 还是准备驾驶 好 从这边又能下来 不过是另外一边 天下有东西 还有两个 先把这个 紧张飞刀丢出去 让它们之间相互打 官方自带的电子斗 去取啊 不需要任何MOD 这是什么东西 又是林兰 这应该没什么了 这边下去的话 其实是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 就是我们躲避上面的尖刺陷阱 旁边还有可以探索的地方 刚才我们躲避一间陷阱的时候呢 看到旁边是有一个可以下去的地方啊 那里还有东西 就是这里 这边还可以再拿到一个祷告 又是这个魔法师 注意他放魔法的话 要引他让他这个魔法撞到墙上 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其他敌人 好 冲过去 哎呦 他还把我们打到了一下 这附近开始有这些软泥怪啊 但是这个环境里面有水 要么让他出血 要么冰冻 要么就是用雷 看你愿意用什么 这玩意儿血还是那么厚 在水里面火的效果就可能不一定好 好 目的零蓝 继续往前走啊 这种环境里面就得要小心一下头顶 这里又有好多的软泥怪啊 慢慢砍吧 这里我换了我的长牙来打 因为这个长牙又带出血又带冰冻 咔嚓咔嚓的 砍起来很爽 这边再往前的话就要小心了 前面呢会有两个这个法师啊 这两个一起打就会有点麻烦了 主要是他这个没有办法单一的应对 不过呢我自己事先有准备这个道具 因为这个环境里面有水嘛 所以雷的效果会不错 我平时背包里就装一些就是普通的武器 但是呢把它战灰随时都附上 这样的话遇到像这种棘手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我这之前就准备了有一把雷属性的这个 不同性能的直剑 然后附上不同的战灰 然后就可以给他 虽然不是法师 但是也可以放雷木 哎呦这个视野挡住了 得稍微挪过来一点 好像是不是距离太远了 不过他没站在水里啊 他要是站在水里的话 伤害能更高一些 好干掉一个 干掉一个以后 另外一个就好办了 在水中的敌人 雷属性有百分之 应该叫什么 减少百分之四十的抗性 他的这个雷抗性要乘以百分之六 增加受到的伤害 减伤率乘以百分之六十 这个先干掉 把它引到撞墙 要不然在开阔的地形慢慢飞的话 它会飞出很多的这个小飞弹 三维弹球 我们把这个旁边的祷告拿上 带电 这个他虽然带电 但他不带感 他这个 使用了以后呢 给我们身上会附着雷 然后呢会周期性的释放这个雷冲击波 范围也不是很大 伤害呢就更不好说了 也可能是我用法不对 不过呢 这种保持身上一直带电的状态呢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战术用途 只是还没有遇到 所以还想不到怎么用 主要是伤害和冲击力都不高 好 这里要打的东西都打完了 拿完最后一点花 我们离开这 这个墓地藏的东西是真多 规模大小 我觉得比得上 那个本篇里面的那个英雄墓地了 东西也很多 敌人强度也很高 这个迷提设计 不是迷提 这个陷阱也很阴间 地图也够复杂 相当于本篇里面一个英雄墓地了 这边再往前走 就快要去见boss了 小心这边头上也有 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按住防御键剪道具的话 可以取消到 拾取道具之后的那个 拾取动作的硬值 和这个减速的硬值 就举着盾 或者说是 手这个 武器的防御 或者说盾牌的防御 这个键就可以取消 好 前面就要boss了 这个boss呢 很强 但是它的失衡值是80 所以准备架式直刺两次 正好就可以给它打出处决硬值 而且呢 它这个虽然一次打不出来 但是在打中一次之后的第二次 它往往会后撤步 这个后撤步 因为准备架式直刺的突进 也可以追着给它打到 出于增加容错 我换上了这个 十分者的套装 它属于重甲 但是呢 雷抗性属于重甲当中比较高的 然后再额外增加雷属性的抗性 增加容错 它的突进速度很快 并且还会有一些突进性的 这个连续攻击 以及雷属性的投掷攻击 利用好旁边的柱子 做好引引体 但是打它的时候 准备架式的直刺 可以给它打出处决硬值 然后呢 再连续的 就可以继续把它打停 但是呢 有的时候它会这样后撤步 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被地上什么东西给卡了 所以 没刺到 这就可能会有点危险了 因为它 确实很猛 主要的是用 打失衡的方式 控制住 变成我的回合 我的回合 我的回合还是我的回合 这样就很难招架了 没事 我们再来一次 因为我们喝的灵药里面 有这个细枝露滴 所以不掉轮 打停下 再来 可能这个决心放晚了 没关系 我的回合 我的回合 这个大决心可能放慢了 可以打断 他的动作 诶 看它会吸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还会再吸回来 只要保持住这个准备架势 还是放弃用大决心吧 直接用 对了 它是弱圣属性的 所以我们的磁卫短剑 是圣属性之变 找一下掩体 后撤步的话 也会被我们的准备架势 直刺的突进距离给追上 继续 我的回合 我的回合 还是我的回合 准备架势直刺 已经是目前 就造成尸痕伤害的效率来说 是最高的武器了 通过获得这个死骑士对付 可以了解到 这个死骑士 葛德文的骑士 同时 我这里的话 boss场景也不是一个树根 而是死亡子葛德文的分身石骸 好 接下来我们前往同围北边的另外一个洞穴 就在我们之前有去过的河谷 北边这里的话 有一个洞穴 之前没有去 只在那里拿了一个双头的护符 我这里除了那个洞穴以外 我之前还错过了一个东西 就是在北边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挂着的湖 这是黄金树幽影的新的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收集元素 因为我刚开始玩还不熟悉 所以对这些都不了解 现在慢慢慢慢知道了 以后找的时候 我再多注意注意头顶 把它交给双生老玉以后 就可以买到这个蘑菇和 这个红肉蘑菇 然后我们去同围这边的洞穴 这里这个洞穴不是很深 很浅 但是这个洞穴里面呢 却有这个血怪 刚进去里面是只是一些狼 正好我前面还把这个斧头 也强化了一下 可以试一试 这个斧头目前就是 击不击不小怪还可以啊 它自带这个雷顺步 同时呢按重击 追击以后可以放出这种旋风斩 伤害不低 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空 对付小体型的可能不太好 因为对付中等体型或者大体型的可能会好一些 并且因为它起手动作是一个推进的这个突进效果啊 所以可以考虑到这个性能 看看有没有遇到什么适合用的敌人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粗大兽骨 这洞穴不复杂啊 虽然有岔路但是一般都不深啊 一般来说向着上走啊 一般都是岔路看看都能有什么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一座当中的一些岔路拿的剪刀东西 一般就是一些材料 或者说是这个断道石碎片啊 对于通关的这个玩家来说可能都不是很重要 我刚才那个位置很奇怪 一直附近有这个这个这个虫子的脚步声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 我一直没有找到啊 可能只是地图的另外一侧 然后这边的话上面有狼啊 小心这狼比较多 而且这个位置现在是上不去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们干掉 这里死的人还挺多 主要是应该是被附近的这个狼突然袭击造成的啊 而且狼跟这个狗一样啊 有一定独指令的能力 而且呢 它会连续突进式的攻击啊 如果说是不带盾牌的话 打他们是很费劲的 你如果要是看这些被杀的血迹 十有八九都是没带盾牌 对付狼啊狗啊 还是要带的盾牌会好打一些 这边有一个血流成河 有没有无聊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 这里有很多的血怪啊 而且他们很多啊 建议这里不要惹他们 这边是往右边 把这个血怪打掉之后呢 右边会有一条岔路 然后右边这个岔路呢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狼偷袭我们的高台 不过路上也有一些东西 狼啊 狗啊 还是带个盾牌会好打一点 我们现在拿的这个盾牌是带有铁壁盾防效果的 铁壁盾防虽然之前削弱了一次 但是后来又加强加回来了 主要是在他的这个持续时间的效果上 威力是没有变化的 好看看这什么东西 神圣血肉啊 增加攻击物理攻击和感应力 还有在敌人陷入出血的时候还会进一步增强 算是玩出血的玩家必备的道具了 应该也是一种决战道具 好这走过来又绕回来 我们重新再跳一遍 回到刚才的地方 左边虽然录下去也有一个分支插路有道具 但是容易惊动他们啊 我们还是选择从这个位置啊 用一个暗杀办法 然后绕开他们 或者说拿道具 然后直接去见boss会好一点 因为他们数量实在太多了 把他们都打完 虽然打也能打过 但是风险很高 也没什么好处 把他们绕开 然后把东西拿上直接跑 还是比较好的 左边那边是有一个实在绕不开啊 暗杀办法也会察觉那种 所以就不去了 也是这个神圣血肉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boss战准备一个 直剑啊 准备一个瓷碑短剑就够了 因为是地上虽然是血水 但也是水 所以雷抗性会比较低 我用的是雷质变的瓷碑短剑 这个血怪之手 攻击力量非常强 并且也有些奋招 但是仅限于开头啊 所以说开头的时候 你引诱他 然后把他的这些招式骗的一套出完 剩下的招式都是一下一下的都好赌 他的失衡值是80 两个准备架势 就能给他打出处决硬直 然后之后呢 他每次处决完以后 他都会稍微发呆一下 然后再出下一招 我们可以先准备架势 直刺完了观察一下 如果还是这样发呆 再统第二下 如果没有发呆 进行了攻击 躲避之后再打下一次 换成直剑 先刺一下 然后看他的动作 是一个跳杂 翻滚躲开 再来一下 因为第二下是肯定会打出硬直的 应该再来一次 应该就可以了 处决完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会先发呆一下 OK搞定 这个雪怪咒术师的骨灰 他这上面介绍里 也说的跟我们之前拿到 那个外在神奇护符里面 介绍的一样的 饱受摧残的奴隶 从他们的信仰中 诞生出了新的神 那么好的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